菲律賓亞當遜大學 近日舉辦87週年校慶 世界美食展活動 各國使館官員共襄證舉 中華民國駐菲代表處 也邀請財商到現場擺攤 推廣台灣觀光及鹹酥雞 珍珠奶茶等台灣美食 這也是駐菲代表處首度 進入校園餐展 台灣食物不新 因為我去台灣幾次 我希望學生會享受 我們希望透過美食展能夠促進 我們跟菲律賓的交流 在新南向政策之下 我們也加強 台非雙方之間的 所謂的教育方面的交流 我們正在積極的推展 就是吸引菲律賓的同學 到台灣去留學 所以我們想 雙方的教育合作的前景 是相當光明的 除了台灣美食 日本 越南 印尼及盧安達等 十多個國家 也擺出倒閉佳餚 現場湧入數百位學生排隊 等待大旦各國美食 亞當遜大學校長邁寧町表示 校園內有兩百多名國際學生 這場活動展現出了校園文化的 多元多樣性